你来了呢 快 快 把这女子送走 王长 刚在树林之中发生何事了 何事 是 国公 你是不是很不瞒我做上这个王位 所以才派人在树林里暗杀本王 王上何出此言哪 我对王上的忠心天地可见 那你说说 这树林里的妖怪是怎么回事 今日要不是本王撞见那丫头 她替我受了伤 现在死的已经是本王了 王上 你在树林当中碰见的不是妖怪 也不是什么刺客 有可能是天法 天法 此话怎说 臣记得古书有云 太渊的历代人军在继位的时候 都要经历上天设置的一道难关 这个难关 就叫做天法 如果能顺利地通过天法者 此后必将国运昌盛 这是大大的急诏啊 大侯云武 国公啊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好 看来我这王位有老天爷成要 以后再也不怕有人觊觎了 那是那是 王上您看您 不是毫发无损地出来了吗 对了 国公 今日那丫头护驾有功 昨日你将她送进我宫里来吗 臣定当照办 只是不知道这女子出自何处 臣 国公 你府上的丫头 你还问我 我府上的 嗯 义父您这 我府上的交按下 我府上的交按下 你看这个女子的寺下 这小女子的丫头护驾有他 万里挑一的好啊 当时我以为都是些 阿谀之词未曾全信 今日这么一闹 知道吗 这就是罢行 义父难道是想 今日未能将轩辕民除去 他果真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我们索图大计 也只能徐徐谋划了 既然轩辕民认定是宇文子救了他 那么这个姑娘 就是放在他身边一枚最好的棋子 天意 五哥哥 他好些了吗 命是捡回来了 真可怜 被折腾成这样 他没事 眼下 麻烦的是拂药 好 昨日小姐在围场出镜了风头 一会儿 国公却又亲自来拜会 小姐难道不准备准备 你说什么 其 其真要亲自来 投杀还是其次 小姐要是忘了脸上的胎记 那可就要闯大祸了 你怎么 知道小姐心大 主子早就叮嘱过 要奴婢试试照顾 你家主子是谁 难道是湛北野 猎王虽威名远播 但比起我家主子 我看还差得远了 难道是那个骗子 难道是那个骗子 小姐别忘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国公到 原子见过国公 怎么 害怕我 自打进入国公府来 第一次见到国公 人人都说 国公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小女生怕礼数不周 惊扰了国公 他们还如何说我 说说看 他们都说 国公是太渊大英雄 若是没有国公 也不会有今日的太渊 他们还说 说我有机会进入国公府 是我多少年修来的福气 怎么了 府上的大夫宗先生说 小女在围猎场 染上了疫病 一旦接触便会传染 小女生怕国公 加之小女样貌丑陋 脸上有一块胎剂 生怕会吓到国公 一个人即使有碧月修花的容貌 若是失财失德 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我看你气定神贤 回话有理 这已是不义的德行了 这个远比容貌要重要得多 多谢国公称赞 但是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跟贼人串通一气 串通 齐阵早已和他几个心服大臣商议好 要给公子选妃 只是没有想到 公子料事先机 先下手为强了 我本想随他折腾 只需静观齐变 但经过昨日尾场之事 我倒是有了新的计划 既可搅乱齐阵的盘算 又可留下我想留的人 小女 小女一介女流 终日在规格之中 怎敢跟任何人有勾结呢 说说看吧 昨日猎场你是如何救了王上的 昨日在猎场之上 小女只是好奇 想一窥太渊王真容 所以才步入猎场 奇料狂风四起 树叶突然化作了人形 当真 这句属实 那化作人形的树叶朝我席卷而来 小女受到了惊吓 值得赶紧逃跑 恰恰撞到了王上 然后呢 树叶人 朝我跟王上席卷而来 小女惊恐万分 这个时候 岂料王上 王上他 竟然 竟然如何 王上 竟然躲在了小女身后 但小女因为太过惊恐 不知往哪儿逃 值得抱着王上一起等死 这个时候 也不知是谁 射来一支火箭 树叶人整个烧了起来 你可有看清 是谁射的箭 小女因为刚到太渊不久 谁也不认识 但是因为昨天受到了惊吓 所以小女就晕倒了 醒来时 你被送回了府中 当真如此 句句属实 看来有人暗中保护王上 这是太渊之幸 也是你的福分 王上认定是你救了他的命 命我 送你进宫 做他的妃子 小女何得何能 这 你只需记得 你是霸星之相 日后是要主大事的 你我若是何必 那是太渊的大幸 懂吗 王上 国公 国公当真如此看得起我 对呀 你入了宫之后 我保你母仪太渊 但是你心里必须要明白 你是我宝剑入宫的 雷霆与鹿 全凭我一句话 能为国公分忧 也是宇文子的福分 入宫之后你的家人 我替你照顾了 你放心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做我齐阵的义女吧 宇文子代家人 谢过国公 从今以后 一切就 一切就听义府安排 这几日我会命人 教你入宫的礼仪 孩子 不要让我失望 是 起来吧